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艺术市场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画廊的喧嚣赛车场 艺术市场的速度与激情 二,雕塑的密室逃脱 市场中的立体谜题 三,画作的时尚伸展台 市场里的艺术走秀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画廊的喧嚣赛车场 艺术市场的速度与激情 各位艺术爱好者,收藏家 以及偶然迷路闯进这里的速度迷们 欢迎来到我们这场别开身边的讲座 画廊的喧嚣赛车场 艺术市场的速度与激情 今天,我们将一起揭开 艺术市场这个充满神秘色彩的世界 看看它是如何在嘻嘻嚷嚷中 展现出与赛车场相媲美的速度与激情 首先,让我们来比喻一下 如果说艺术市场是一场赛车比赛 那么画廊无疑是赛道上的跑车 这些跑车,画廊 装满了最精致的引擎 艺术品由最熟练的驾驶员 画廊主和策展人操控 他们的目标是在这场高速竞赛中 超越对手,赢得观众 收藏家和投资者的贺彩 画廊的喧嚣赛车场上 每一辆跑车都希望自己能够抢得头筹 他们会使用各种策略 比如举办独家展览 策划话题型活动 甚至是在艺术博览会上 设置最吸引人的展位 这些都是他们的涡轮增压器 能够在短时间内提升他们的能见度和销售速度 然而 艺术市场的竞赛不仅仅是速度的较量 更是一场耐力赛 在这里 燃料是至关重要的 这燃料就是艺术品的质量和艺术家的名声 一件作品如果像是经过时间的考验 那摩他就像是高品质的燃料 能够让画廊的跑车持续在赛道上奔驰 当然 我们不能忘记那些在赛道旁边观战的收藏家和投资者 他们的眼光如同赛道上的摄像机 捕捉每一个细节 评估每一辆跑车的表现 一旦他们看中了某件作品 就会挥舞住支票本 准备将它收入囊中 这时候 画廊的跑车就会加速 试图在其他对手之前达成交易 在这个充满竞争的市场中 有时候也会发生一些意外 比如伪造作品的丑闻 或者是艺术品价格的泡沫 这些就像是赛道上的障碍物 可能会导致一些跑车出局 但是 正如赛车场上的事故 总是能够吸引观众的目光一样 这些丑闻 有时候也会让艺术市场更加引人注目 最后 让我们不要忘记那些 在赛道上默默耕耘的艺术家们 他们是这场赛事的灵魂 是所有跑车的设计师和制造者 没有他们的创造力和热情 画廊的喧嚣 赛车场将不复存在 所以 下次当你走进一家画廊 或者在艺术博览会上线逛时 不妨想象一下 自己就在赛车场上 感受那些作品背后的速度与激情 记住 每一次的交易都可能是一场精彩的超车 每一次的展览都可能是一场刺激的赛事 而你 就是这场赛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雕塑的密室逃脱 市场中的立体谜题 各位艺术爱好者 谜题谜和逃脱游戏高手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雕塑的密室逃脱 市场中的立体谜题 这可不是你们常玩的手机游戏 或者是那些让人头疼的拼图 而是一场艺术与智慧的盛宴 一个关于雕塑和市场的有趣故事 首先 让我们来设想一下 如果雕塑能够活过来 他们会怎么想逃出那些高高的展览厅和冰冷的博物馆 或许 米开朗基罗的大卫会 偷偷摸摸地找到 最近的出口 而罗丹的思想者可能会陷入深思 忘记了 逃跑是他的初衷 但让我们回到现实 雕塑的密室逃脱其实是一个比喻 指的是雕塑作品 如何在艺术市场中 找到自己的位置 如何逃脱创作者的工作室 并在收藏家和观众面前展现他们的魅力 这个过程可不简单 它充满了各种谜题和挑战 首先 雕塑家需要解决的是创作谜题 也就是如何将自己的想法 和情感转化为一件具体的立体作品 这需要技巧 创意和无数次的试错 接下来是展示谜题 雕塑家必须找到最佳的方式 来展示他们的作品 让他们在空间中站立起来 无论是在画廊 还是在户外的公共艺术展览 这就像是在一个巨大的密室逃脱游戏中 找到最合适的位置 让雕塑作品能够吸引观众的目光 然后试试场谜题 雕塑家需要通过各种渠道 比如艺术展览 拍卖会或者社交媒体 来推广自己的作品 这就像是在一个充满竞争的 迷宫中旬找出路 希望能够找到那些 愿意为自己的作品买单的收藏家 最后 当雕塑作品成功逃脱到市场中 他们还会免临评价谜题 也就是如何在众多的评论和批评中 保持自己的价值和意义 这就像是在一场 无休止的辩论中保持立场 不被外界的声音所动摇 当然 这一切都是带住幽默感的比喻 但他们揭示了雕塑家在当代艺术市场中 所面临的真实挑战 每一件雕塑作品的背后 都是一个关于创造 展示 推广和评价的故事 而这些故事 本身就像是一场场精彩的密室逃脱游戏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画作的时尚伸展台 是场里的艺术走秀 各位时尚达人 艺术爱好者 以及那些偶然迷路闯进这里的网络漫游者 欢迎来到我们的特别讲座 画作的时尚伸展台 是场里的艺术走秀 我是您的导游 将带领您穿梭于画布与时尚之间的奇妙世界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画作与时尚的关系 您可能会想 这两者有什么关联 哦 亲爱的听众 他们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 就像牛仔裤上的毛钉 或者是小黑裙上的那颗不起眼的扣子 画作不仅捕捉了时代的精神 也记录了当时的流行趋势 他们是历史上最时髦的见证者 想象一下 当您在博物馆前的那幅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前 驻足 您不仅看到了一位贵族的肖像 还看到了一场华丽的时尚秀 那些精致的蕾丝领边 繁复的刺绣 以及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珠宝 都在无声地告诉我们 看看我 这就是当时的Gucci 当然 如果那位贵族能够自己说话 他可能会说 这件衣服可是我在最后一次十字军东 真实崇拜暂停戴回来的 你们这些穿着牛仔裤的平民可别小看了 而当我们走进印象派画家的作品时 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光影的魔法 还有那些轻盈的夏日裙装 帽颜上的飘带 以及那些似乎能随风飘动的丝巾 这些画作就像是时尚杂志的页面 展示了十九世纪末巴黎女士们的街头风采 这些画作中的模特儿们 如果活在今天 肯定会是Instagram上的时尚博主 每天发布OOTD 今日穿搭来炫耀他们的时尚品味 现在 让我们来到当代艺术 这里的画作 就像是时尚界的实验室 艺术家们大胆地将各种材料和风格混合在一起 就像时尚设计师在伸展台上所做的那样 有时 这些作品可能会让人摸不着头脑 就像那些只能在伸展台上看到 实际上街穿会被当成外星人的时装一样 但这正是艺术与时尚的魅力所在 他们挑战我们的想象 推动我们的创造力 并且不断地重新定义美的标准 在这个画作与时尚交织的世界里 每一幅画都是一场视觉盛宴 每一个画廊都是一个时尚伸展台 所以 下次当您在艺术师场上闲逛时 不妨想象自己是在一场盛大的时尚秀中 欣赏那些穿越时空的创意与风采 而您 正是这场走秀的尊贵嘉宾 总结来说 艺术市场就像是一个充满速度 激情和谜题的赛车场 逃脱游戏和时尚秀 画廊像是赛车场上的跑车 竞争激烈 每一个策略都是为了赢得观众的喝彩 雕塑家在市场中解决了各种谜题 让雕塑作品找到了立体逃脱的方式 而画作则是时尚界的见证者 捕捉了时代的精神和流行趋势 这些比喻不仅带来了有趣的视角 也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了 艺术市场的运作和艺术家的努力 画廊 雕塑家和艺术家们在市场中互相竞争 努力创造展示推广和评价自己的作品 而收藏家和观众则是这场赛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他们的眼光和支持是艺术家们最大的动力 最后我想问问大家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有没有在艺术市场中有过什么有趣的经历 你觉得艺术和赛车 逃脱游戏 时尚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 让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转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